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军队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奋斗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性感谢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19大新闻中心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 深入解读19大报告 结合发展实际深入基层一线 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宣讲19大精神 准确传递党中央声音 以新思想引领新实践 一些政党和国家领导人致电或致函 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6号下午出席了在京召开的军队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 人民军队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 习近平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 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 也是我军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 中央军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全面把握国际国内大势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扭住建设一支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 提出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 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 特别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带领全军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 迈出坚定步伐 开创了强军事业新局面 习近平总结了上一届中央军委的主要工作 他说五年来中央军委直面问题 勇于变革攻坚克难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创新军事战略指导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加强军事斗争准备 狠抓练兵备战实战化 扎实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 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 提高依法制军水平 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坚定不移 正风速迹反腐 恢复了一些带根本性的东西 破解了一些深层次矛盾 取得了一些开创性成果 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 上了一个大台阶 习近平指出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 开得很成功 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 着眼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 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做出战略安排 强调 要确保到2020年 基本实现机械化 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 力争到2035年 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到本世纪中叶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全党全国全军的首要政治任务 就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习近平强调 全军要认真落实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部署要求 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努力走在前列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关键要实 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坚持学用一致 坚持领导带头 在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上下功夫 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习近平强调 要在统一思想 凝聚力量上取得实效 系统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等重要文件 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 突出学习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引导官兵强化四个意识 增强四个自信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要在认清使命 强化担当上取得实效 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战略考量 充分认清强军的光明前景 充分认清肩上沉甸甸的担子 只争朝夕紧抓快干 确保完成党和人民富裕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要在推动工作建筑行动上取得实效 把党的十九大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工作思路 工作举措和具体行动 强化落实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 以钉钉子精神 做实 做戏 做好各项工作 把国防和军队建设各项任务 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习近平指出 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 决定了新一届中央军委组成人员 这是我们党从全局出发 做出的重大政治安排 新一届军委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重托 牢记全军官兵期望 全力以赴做好军委工作 我军高级干部是强军事业的中间力量 身上千军重弹 身后千军万马 必须对党忠诚 听党指挥 必须善谋打仗 能打胜仗 必须锐意改革 勇于创新 必须科学统筹 科学管理 必须力行法制 从严治军 必须作风过硬 做出表率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 为党工作 忠实履行好职责 习近平强调 要按照军委部署要求 继继继续做好年底前军队各方面工作 确保高标准完成年度各项任务 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从严从紧 加强军队党的建设 保持政治整讯尽头和力度 要毫不松懈做好练兵备战工作 把各项工作抓得很深入很细致 坚定维护国家战略全局稳定 要加快推进我军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任务落实 确保各项建设任务顺利完成 要继续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按计划落实好各项改革任务 要狠抓全面从严治军 坚持言自当头一言到底 把全面从严治军贯穿我军建设各领域全过程 要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 筹划好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 深入思考我军建设发展重大战略问题 为明年工作开局做好准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范长龙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召开前 习近平亲切会见 出席党的十九大战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体盖军 特邀盖军 猎集人员 并同大家合影合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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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祝贺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 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特朗普表示 中共十九大举事瞩目 我也密切关注习主席在会上发出的重要政策信息 美国人民都在热议我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我期待着同习主席在北京会面 就加强美中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充分交换看法 习近平感谢特朗普来电祝贺 习近平指出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 绘制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我在十九大所作报告中明确指出 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扩大同各国利益的交汇点 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 习近平强调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 愿同美方在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基础上 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总统先生不久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我期待着在北京同意共同规划 中美关系未来发展 推动中美开展更多互利合作 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为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感谢信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志工党中央委员会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隆重召开之际 大会收到你们热情洋溢的贺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仅向你们表示忠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 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深刻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事 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一道 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制定了适应时代要求的行动纲领 和大正方针 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做出战略部署 进一步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继续统筹推进五维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团结奋斗 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开得十分成功 是一次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高举旗帜 团结奋进的大会 这次大会开启了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统一战线 是夺取革命建设 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 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重要法宝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团结各民主党派 公商联和中共计并肩奋斗 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战略方针 在新时代 我们将更加重视 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 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 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的方针 坚定不移支持各民主党派 履行职能发挥作用 把多党合作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进一步发挥好 工商联的职能作用 找到最大公约数 划出最大同心源 为实现中国共产党 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确定的宏伟目标 最广泛的凝聚共识 凝聚人心 凝聚智慧 凝聚力量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同心奋斗 砥砺前进 共同谱写统一战线 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 新篇章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 此致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2017年10月26日 受中共中央委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 26号向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事代表 通报中共十九大精神 孙春兰指出 中共十九大 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 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 破画红尾蓝图 回应人民关切 是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总纲领 总设计 总方略 19届一中全会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中央领导集体 习近平同志继续担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 充分体现了 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孙春兰希望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等 统一战线成员 围绕十九大 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探索创新服务大局的 工作思路和重点 围绕推动创新创业 发展实体经济 助力脱贫攻坚 促进社会和谐 献祭出力 本台消息 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 领航新时代的坚强领导集体 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 计时 文章指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着眼党的事业既往开来 和国家长治九星 统筹谋划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酝酿提名工作 采取一系列新方式 新举措 体现选人用人 新机制 新导向 展示党的新作风 新形象 使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 成为坚持党的领导 和充分发扬民主相结合 凝聚全党智慧的过程 成为严格按党章 按制度 按程序办事的过程 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产生机制 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 文章详细介绍了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酝酿 推荐 考察 选举产生的过程 和重大创新 指出 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 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是一个体现全党意志 凝聚全党共识 反映人民期待 值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组人民 充分信赖的领导集体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必将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 伟大梦想的航船 破浪前进 驶向光辉的彼岸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闻中心 今天上午十点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 邀请中纪委副书记萧培 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中宣部副部长王小辉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荣 国务院法治办公室党组书记 副主任袁属红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杨伟民 中央纪委驻国资委纪检组组长 国资委党委委员江金泉 对十九大报告进行解读 袁属红说 五年来的变革和成就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具有重大意义 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也具有重大意义 五年来 我们党之所以能推进历史性重大变革 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 最根本的就在于 我们有以习近平能认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有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冷容说 十九大报告指出 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这一重大政治论断 是报告的一大亮点 贯穿报告全篇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新时代的指导思想 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描绘了新时代的宏卫蓝图 做出了新时代的战略部署 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 王晓辉说 十八大以来 我们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就是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 进入新时代 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 和我们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 催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杨伟明说 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 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十九大既要明确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战略重点 也要对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进行战略谋划 两步走的战略意义在于 一是完整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 录现图 二是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十五年 江金泉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建设方面一个重大贡献 就是根据新时代新要求 深化对党的建设规律性认识 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报告第一次把党的政治建设 拿入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这是马克思主义党间理论的重大创新 萧培说 十九大报告第十三部分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在整个十九大报告中占了八分之一 可见分量之重 他们还分别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新时代的宏伟蓝图已经汇旧 新时代的伟大征程已经开启 为了把十九大精神学生学透 尽快贯彻到基层 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展开宣讲 准确传递党中央的声音 引领鼓舞干部群众 大踏步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在黑龙江省五常市王家屯 是为党校讲师专门来到合作社 为谷干社员们讲解十九大会议精神 说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把中国人的饭馆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 专家把十九大报告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精神 向大家一一传达讲解 村民们对下一步搞规模化精细化经营 有了更多信心 十九大习总书记那个讲话 那个培育那个新兴农业主体 正适合我们就是那个今天要做这个 当时我看电视的时候 当时习总书记讲这个话 我当时那个心情相当振奋 我给那个邓头站起来了 出台的政策让我们就更有干劲 吉林白城的富与村正走在脱贫路上 党校教授崔海坐在了老乡的炕头上 为大家讲解十九大报告 谋划未来的发展 村民们对自己关心的农村合作医疗 和农村教育问题向宣讲员提问 宣讲员崔海都一一做了回答 所以说世界大报告中也提出这问题 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要提高教育的公平 将来呢我们提高能村的教师的待遇 将来呢能村孩子和接近孩子 一样受到一个均等的教育 将来一样的教育资源的投入啊 将更加公平 大病这个问题是最高兴的 走到哪能暴动的 第二就是这个对这个教育方面 还有就幼儿园这方面 那非常我听得非常高兴 听了专家的讲解 大伙说咱村的脱贫 不能脱了全国的后腿 接下来要按照十九大的精神 撸起袖子加油干 收入大股不能实现现状态 不能进入小肠社会 我们就得干 脱贫之后呢 我们的目标将更伟大 我们向美好的生活进发 结合发展实际宣讲 在工作一线学习 在广西静西市 覆盖各村镇的农民讲习所 成为宣讲十九大精神的主镇地 几百名宣讲团成员进村入户 为村民面对面 讲解十九大报告中 脱贫增收的有关内容 在山西太原 煤矿工人在工作一线 学习十九大报告 党员干部亲自下矿井 宣讲报告中 与工人成长和产业发展 有关的内容 中书记在报告中提出 建设知识性 技能性 创新性的 劳动者打救 深受鼓舞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美国工人 就应该 学习自然安全知识 提高操作技能 早日实现我们的总工们 新疆富康市三宫和乡 拜斯洪木村 住着一百多户 哈萨克族生态移民 今天大家聚到一起 组织了一场十九大精神学习会 几年前 为了保护天山的生态环境 他们放弃了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通过禁牧 富康四十万亩草场草地 植被覆盖率 由五年前的34% 提高到现在的89% 村民搞起旅游 收入也越来越高 总是据说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这句话我体会特别深 当时我们 种种大自然从山上搬下来 没想到大自然 给我们的回报更多 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高了 十九大的召开 让这些靠着好生态 富起来的牧民 对未来生活 充满了更多期待 明年的收入 翻了三百 四到五万块钱 总书记说 全面减刑小康社会 一个不能少 北京那么远 当没有忘记我们这个 老百姓 所以我特别感动 十九大代表 第一时间将十九大报告精神 带回家 大家一起学习新精神 共谋新发展 十九大代表李爽 是河南邓州市 孟楼镇党委书记 昨天晚上到的家 今天一大早 他就到村里去 向大伙解读报告 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 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 不仅村民关心 重养殖大户也关心 这五年 镇上通过三权分制改革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 实现了流转 延长承包期 无疑让大家吃了个定心丸 这步 养殖大户张建国 第一时间做了个决定 在现有两千多亩鱼塘的基础上 再扩大规模 大干一场 而代表李爽也坚定了信心 这里下一步农业的发展方向 就是进一步盘活土地 做大做强 粮食水产 林果蔬菜四大产业 实现农户 村集体 承包主体 多方共赢 十九大的报告 致命了农村土地的发展方向 它能引导更多的资金 借助人材 流入到农业和农村的领域 给咱现在进行的 土地三权分制改革增加了信心 要与农业的高效持续发展 提供了制度导致 李爽谋划着现代农业 而天津的十九大代表王岳华 谋划的是怎样为社区军民服好物 今天是社区党员活动日 他想借这个机会给社区干部居民 讲讲他眼里的十九大 现在是吧 你说基层支部 解决这个纷繁复杂的矛盾 他公说公有理 何说何有理 你说像我们这支部 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报告当中呢 在加强机层组织建设 对我们也提出了要求 大家看到了我们 无私无味的在那儿 解决问题 处理事项 只要咱们党员的这个作用 咱们起到了 只要咱的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想对吧 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 友好人士 近日致电或致寒 热烈祝贺习近平 当选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贺电中表示 选举的结果充分表明 您拥有很高政治威望 所推行的 加快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提升国际地位的政策 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 我愿同您继续共同努力 推动俄中全方位合作 为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 开展建设性协作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贺电中说 我仅对您再次当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表示衷心祝贺 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 我们必须继续开展建设性的合作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我希望同您一道 继续发展两国紧密友好的合作关系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主席 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在贺涵中说 我相信在阁下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的宏伟目标 一定能够顺利实现 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 总统马古复利 在贺电中说 您再次当选党的总书记 必将领导中国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向世界展示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 衷心祝愿中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肯尼亚朱比利党领袖 总统坎雅塔在贺涵中说 过去五年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英明领导下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我期待与阁下一道努力 共同推进两党关系发展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主席 总统马杜罗在贺涵中说 我们见证了您为中国经济政治 社会外交军事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 未来五年您将继续领导中国共产党 这预示着中共将赢得新的辉煌胜利 阿根廷共和国方案党领袖 总统马克里在贺涵中说 我认真研读了您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上所做报告 衷心祝愿您提出的两个阶段发展目标 顺利实现 埃及总统赛希在贺涵中说 中国共产党将您关于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思想写入党章 这充分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高度钦佩 并高度信任您所取得的成就 以及您为造福中国人民 实现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富强稳定 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主席总统纽西 在贺涵中说 真诚祝愿您在继续履行服务人民 和治理国家的崇高使命的过程中 取得新的成功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贺涵中说 忠心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祝您在领导全世界最大政党的事业中 取得更大成就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贺电中表示 祝愿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 早日实现中国梦 并为东北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共同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发来贺电或贺涵的还有 甘果部劳动党主席总统萨苏 厄利特里亚人民民主与正义阵线主席总统伊萨亚斯 马里共和国总统凯塔 布隆尼总统恩库伦奇扎 阿塞拜疆新阿塞拜疆党主席总统阿利耶弗 塞拉利昂全国人民大会领袖总统科罗马 卢旺达爱国阵线主席总统卡加梅 尼瑞尔总统伊夙福 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 科摩罗总统阿扎利 摩尔多瓦总统多东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乌拉圭总统巴斯克斯 阿富汗民族联盟主席 政府首席执行官阿鲁杜拉 斯洛伐克方向党主席 政府总理菲佐等 下面请看联播快讯 上海清算所最新数据显示 9月份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债券规模 达10421.52亿元 首次突破万亿元关口 创历史新高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金金记3D已基本完成 本省市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建设 目前联网售票范围覆盖金金记区域内 68个二级级以上客运站 预计年内联网售票车站将达100个 直径达15.03米的超大型动购机 今天在河南正式下线 这是期间为止 我国自主设计制造最大直径的泥水平衡动购机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25号提议 冻结独立公投结果 立即与中央政府举行公开对话 并称将停止在自治区行政范围内的所有军事行动 对此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表示 中央政府需要库尔德自治区宣布公投结果不效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5号在德黑兰表示 某些傲慢自大的国家企图对中东地区指手画脚 伊朗绝不会就包括发展弹道导弹在内的国防安全问题 与相关国家谈判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移动网 下载地址可搜索央视新闻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